勇達技術學院宣布停辦 今天上午教育部專員 到勇達輔導學校處理停辦 相關事宜 過程低調不願公開 今天也有不少學生 聽到學校停辦消息 相當震驚 都急著趕來了解狀況 我們還是要先進去了解狀況 我們可以知道 你們希望怎麼樣 希望就是可以幫我們轉到別的學校去 你現在幾年 現在專三 學生擔心接下來的學業要如何完成 希望學校能妥善安排 然而勇達決定停辦 附近店家也擔心學生流失 商店如何經營下去 你覺得村立不錯 主要是做勇達的嗎 還有過路 對 那學生來多不多 學生很多 可是現在學校就 學生現在都少幾話嗎 勇達收起來對你有沒有很影響 有多啊 很少啊 永達宣布停辦 多數人關心的就是教職員及學生的安置作業 校長陳聯動說 將全力協助600多名在校學生轉學到鄰近學校對應科系就讀 學生的做教權還在具優先處理 那教育部昨天也有開一個協調會 怎麼樣子做學生的安置的問題 對 所以 老師的部分有65位當中只有12位是不符合退休條件 其他的都符合退休條件 勇達縣有65名教師 其中53人將辦理退休 12人資遣 教育部將協助離職或輔導轉換工作 此外陳聯動表示 在教育部協調下 目前有10所大專 同意接受勇達學生轉校就讀 學校將於18日舉辦說明會 歡迎學生及家長前往了解 評論新聞張榮永劉建榮採訪報導